这是一道缩分体,如图所示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火爆辣椒僵尸自保能否消灭正在爆炸的火爆辣椒 A. 火爆辣椒僵尸能消灭火爆辣椒 B. 只能提前引爆,不能消灭火爆辣椒 请看完整视频 物障僵尸安然无恙 正确答案A A. 火爆辣椒僵尸能消灭火爆辣椒 第二题,基础题 如图所示,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在僵尸吃下大蒜,换行一小步就将其冰冻 那么,哪一行的火爆辣椒能消灭普通僵尸 A. 第二行的火爆辣椒能消灭普通僵尸 B. 第三行的火爆辣椒能消灭普通僵尸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A. 第二行的火爆辣椒能消灭普通僵尸 第三题,一错题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面对同一种坚果墙 普通僵尸 vs 毒爆僵尸 谁啃食速度更快 A. 普通僵尸啃食速度更快 B. 毒爆僵尸啃食速度更快 C. 它们啃食速度一样快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C 它们啃食速度一样快 第四题,判断题 我们都知道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第四王能在不损坏铁网门的情况下 击败僵尸本体 有粉丝说 铁桶僵尸和铁网门僵尸完全不一样 第四王无法直接攻击僵尸本体 请问这句话是否正确 A. 正确 B. 错误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A 这句话正确 第五题,附加题 众所周知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巨型尖过能消灭阻挡 在它面前的一切僵尸 那么小丑僵尸 自爆能否消灭巨型尖过 A. 能消灭巨型尖过 B. 不能消灭巨型尖过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A 小丑僵尸自爆能消灭巨型尖过